最后一念 是你从这个地方死 到底下那个往生 关键在那一念 所以那一念太重要了 送往生 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 最后一念 不要忘记阿弥陀佛 我们在他旁边说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提醒他 那个功德无良 叫他不要有其他念头 古大德做的更好 嘉秦眷属不准接近他 他在快要断气的时候 嘉秦眷属免得引起他的秦职 一引起秦职 马上就堕落了 就散卧道去了 嘉秦眷属离开 这是同餐道友来帮助他 这正确的 嘉秦眷属是学佛的 最好也离开 看到是他儿子孙子 他不动感情啊 那个时候一动 就问题就严重了 因弥陀神念必生之大愿为本 这是第十八愿 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愿 四十八愿 这两愿最重要啊 所以古大德说 四十八愿 哪一愿最重要 大家都称说第十八愿 十八愿 十年一念 都能够往生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居住幸运 这一念 神念是指什么时候了 是指你往生的时候 你 离开世间的时候 就是最后的念头 最后那一念 是阿弥陀佛 那一念就往生 所以你命中时 最后一念 如果还念着家里一些财产 就完蛋了 那到轨道去了 要是一念的时候 哪个人是冤枉我 我还恨他 那到地狱去了 那最后一念呢 是你从这个地方 死到底下那个往生 关键在那一念 所以那一念太重要了 送往生 最重要的 就是帮助他 最后一念 别忘记阿弥陀佛 我们在他旁边说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提醒他 那个功德无良 叫他不要有其他念头 古大德做的更好 家庭眷属不准接近他 他在快要断气的时候 家庭眷属 免得引起 他的秦职 一引起秦职 马上就堕落了 就上我道去了 家庭眷属离开 这是同餐道友 来帮助他 这是正确的 家庭眷属是学佛的 最好也离开 看到是他儿子孙子 都不动感情啊 那个时候一动 就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家庭眷属 避开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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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